太魯閣沙卡丹步道 早上 洞七洞六 從台北搭上舉框號74列車 大約10點到達花蓮的新城車站 大火下車整理一下 聽從導遊黃先生引導陸續出戰 花蓮新城站是離太魯閣最近的車站 西元2016年2月剛興建完工 於2012年11月開工到完工間 總經費新台幣2億9900萬元 我們遊覽車停在隧道內 這是全國唯一可以路邊停車的隧道 沙卡丹步道 長度為4.4公里 單程步行約2個小時 夏季最受歡迎的清水路線 當屬沙卡丹步道了 沙卡丹是利物溪第一條支流 沙卡丹溪中下游溪谷的總稱 步道全程都是沙卡丹溪 步道全程都是沿著沙卡丹溪 左岸的溪盼行走 由於大部分是沿用早年台灣電力公司 在興建發電廠的出水管 沙卡丹溪中下游溪 與南沙坝持僻艱的施工道路 與南沙坝持僻艱的施工道路 因此平淡易行 步行沙卡丹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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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欣賞沿途美麗的大理石峽谷外 以青澀迷人的西潭 步道前半段 大洞市開鑿在峭壁下的明隧道 右腳就是穿右腳 也很有特色 途中共有 檢查哨、舊址、藍沙坝與三間屋等據點 其中檢查哨、舊址原有五間 原住民住家又稱五間屋 但是目前三間屋 一樣都已成了廢墟 前往沙卡丹步道 原本都是從泰魯閣峽谷收費站 小靖走下利物溪射水過溪後 從沙卡丹溪與利物溪合流街上步道的三靖 但自從中橫公路改建工程 在沙卡丹溪溪口建隧道與新橋後 現在前往沙卡丹 可直接從谷口洪過沙卡丹溪接步道 沙卡丹溪是利物溪下游的滋留 沙卡丹溪是利物溪下游的滋留 沙卡丹溪、秀鎮湘的太魯閣 國家公園境內 魚太魯閣附近退入利物溪 全長約16公里 集水面積約6011公頃 由於溪流水晶大理石鹽 吸水中微酸溶解了大理石中的 碳酸鈣成分 因此吸水常呈現藍綠色 而且由於沙卡當溪流短 水流湍急水中含砂量少 因此無論平常或是颱風好雨之後 吸水都能保持清澈 沙卡當步道 原稱為神秘古步道 於日治諾奇所建 最初是為了開發利物溪的水利發電計劃 而開的於西元1940年 台灣總督在太魯閣興建利物溪發電廠 在西畔興建水壩西畔壩 並開著隧道引利物溪水至利物溪發電廠 發電 輸水隧道跨越沙卡當溪谷上方 以大型水管銜接溪谷兩端 將水輸送至發電廠 也就是現今的沙卡當步道的入口 即沙卡當溪與利物溪會流處 此外由於利物溪 溪水含砂量大 因而沙卡當溪上游另建一座放流場 將水引致發電使用